現場水流相當湍急 救難人員全副武裝下水搜救 岸上還有人拉著繩子確保安全 就是因為十一號下午傳出 有國中生溺水受困 救難人員上岸 一一將溺水學生運了上來 只是都已經失去呼吸心跳 事發就在桃園復興的小屋來天空步道 下午一點多 親民國三學生相約玩水 沒想到其中三人卻不慎溺水 就期後已經都沒有生命跡象 高中的… 對,錄取嗎 錄取 他們中午快一點的時候約好一起出去 報案的不是說在小屋來的火灘中心後面 那邊是… 我記得是封起來不能進去 我們不知道怎麼講 對,真的 今天才中午還一起吃飯 三位經過一番搜索後 發現在水底下被漩渦捲住 無法脫困 立即著牽水裝備 下水將三人救起 直接來到現場 告示牌上大大的寫著暗藏漩渦 禁止 細水 目前三位溺水學生都已經宣告急救 無效死亡 翠綠瀑布映入眼簾 一旁還設置了步道成為最佳觀賞位置 小屋來天空步道是不少遊客的觀光首選 沒想到暑假期間卻傳出同學擅闖禁區細水 釀成悲劇 三天新聞 張雲傑、黃正傑、桃園昌報導